今天是青年盃的男子A組冠軍賽 我是衛斯理 然後今天有我們的客座獎點是去年的A組亞軍小孫 小孫跟大家說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個是很少見的情況 我們看到A組冠軍賽居然是兩個中年大叔之間的對決 大叔喔 發球的是李家中 深色衣服是李家中 白色衣服是我們的新衣一哥俊男 加州在台灣啊 壁球界國內算是推廣基層壁球的運動 他在山崇高中跟明治國中 角出現在一大堆選手 像是傅俊青啊 趙文浩啊 然後陳泳澤啊 這些人都是加州一手帶進來打壁球 一開始 剛剛聊天當中已經有一台小計程車過去了 一比一啊 哇 俊男的那個鞋子還蠻新潮的啊 應該是新款的燒明 加州的跟俊男的兩個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兩個得分的球 基本上都是屬於Lokio的那種球來得分 加州一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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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這個是張中之張啊 對 兩個都在過去曾經打過國手吧 對對對 俊男有 俊男有 俊男一直都是 很久以前在 以前他還打到第二點 對 大概是十年以前的事情 他現在是在駐點新運動中心的壁球教練 重點教練 3比3 可以看兩個人的節奏並不是特別快 但是他們得分的球都是打非常快的KILL 哇 這個BOSE打得很有職業的味道 第二下在前牆直接就落地了 這幾乎是完全沒機會就 哇 這個俊男的招牌 非常軟的小球 哇 加州這個有點太鬆散了 其實應該打一根鬥 其實放小球給俊男會有這種壓力在 對 因為他跑很快 他在前面的點變成攻擊球 我剛剛休息時間聊到 就是兩個雖然都是中年大叔啊 但至少那個俊男本人體能是維持得很好 因為我這禮拜就親身 就是跟他約了兩次練球 然後其中有一次 我們還就是 出動三個人 去跟他車輪戰 哇 這個球應該是一個stroke 因為加州完全站在前場 其實是幾乎沒辦法打的情況 哇 這有點運氣的一個Nick 其實現在這場球可以看到這兩個人是不太拉後場 大部分都是有機會就直接把他kill掉了 應該是體力也是一個考量 其實他們兩個昨天有對到 他昨天是誰 昨天老師是俊男 俊男看起來還是比較有優勢啊 畢竟體能跟速度 他本身都比較快是40 沒有充分擊球的慾望 有點像是已經穿過去了才舉牌 其實他剛剛那球 在打 是打得到 往後再打 是可以 往後走個一步 就可以中 哇 這有漂亮 加州的正手結擊 算是 蠻 不錯的武器 所以如果很少跟他打球的人 你打很多的cross 給他的正手 基本上很容易被截掉 他俊男就是這個反手的drop很厲害 加州加油 這個選的是對 有進的話 基本上加州只能反手 他領先嘛 想要拚一個進gameball 哇 這球就救到了 哎唷 It's good 現在看起來 加州是有點疲憊 有三個局點要解 好 好 出界 1-41比7 他沒流什麼汗 這兩個都沒流什麼汗 這兩個都沒流什麼汗 第二局啦 有黃俊男發球 第一局看起來節奏是比較偏慢的 都沒有人想要做 失誤可惜啊 完全是機會 哇 這個俊男的招牌啊 切球切得很漂亮 真的切得很漂亮 真的切得很漂亮 比賽剛開始看起來 加州還沒有回神 剛剛想要用一個手腕的 最後一秒鐘的變方向 變方向 沒有打進 喔 哇 他知道進了真的很 招牌切球 又要塞了一個 這樣對手跑得很累 因為這個進了的話 你要 counter drop其實也很難 然後你要lob的話 他丟在另外一邊等你的lob 剛剛加州有示範了一次一樣的 可是好像被讀出來 對對對 其實這個是俊男的一個pattern 他打球的得分大部分都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你跟他打的時候要非常注意他的效果 喔這一個taxia 還黏在踢點喔 對這有點taxia 但是這種球要來多一點 因為俊男畢竟體 我覺得體能上有一點優勢 那球是一個 那球不該打 好 這樣可能會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照規則來說應該是 裁判指示是一個 yes let 因為let也是合理啦 因為有時候這種 雙方都有明顯的接觸 然後就重達 這也是一個xia 整個被吸到後面去齁 想要賭一個 準備要counter或是接接 對 俊男力開的地方就是很有經驗啊 他很容易就可以 預判出對手的位置 去選擇他要打的下一個球 想要賭一個 準備要counter或是接接 俊男力開的地方就是很有經驗啊 對 他很容易就可以 去選擇他要打的下一個球 所以加州隊的重心有點被拉中 這個drop很漂亮 其實他如果 我覺得加州如果繼續 攻擊多一點這種 比較貼強 對貼的球 這個對俊男力比較有效 對 其實打這種比較有經驗的 就是你的球要很貼啊 才能夠防止他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 而且俊男也蠻喜歡做很多結局 你不貼就有時候被他控制 對 nice 這球是他自己失誤 不然其實他已經 完全預判到這個球 等著打了 對 失誤掉了分 其實俊男目前的對手 我的分幾乎都是他自己失誤 這個球很漂亮 又深又深又貼 加州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累 字體語言有點 顯示出疲勞 其實現在才到比賽最關鍵的時候 俊男看起來好像也有一點 在狀況可以連續 失了很多分 不過我覺得這幾球加州攻擊蠻好的 哇 哇這已經 敗了的狀態了 8分了 欸 有點髒喔 髒爆了 真的有點髒 7比8 你贏怕喜歡 你贏怕 還看了一下觀眾 對啊 簡直就在講說 啊不然你是要怎樣 哇 這個漏得不錯 欸 有點貼 好 現在兩個都在玩貼 欸 欸 哇 重心有點 對啊重心有點被破壞掉 回來了 回來了 結局 哎呀 這球已經是 Lora你最後的那個 Hold不住 有點勉強 對 但是選擇其實是對的 對啊 這就是 為什麼體能之所以重要 在這邊 你看這個 這個Q很低 對 這個如果在那 體力是滿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 可以勉強撈回來 對啊 快點 哇 這加州重心 已經被破壞掉了 所以即使對時候 沒有放一個很 很難打的球 他還是來不及回來了 哇 這球又救回來了 然後這是俊男的招牌 看起來好像他沒辦法攻擊 他還是很喜歡勾一個很低的 拿下兩局的 對 看俊男還有體力在裡面熱身的 所以應該下一局的 體力不是問題 這局俊男應該會想辦法 把他Cross掉 剛剛看第二局後段 加州有點停的 問題的選擇 應該是比較大的問題 選擇變得比較少了 糟糕 糟糕 第一球先被拿下來 哇 這跟Nick 接近力 接近力 這個就直升球 遇到了 哈哈 喔 小小的Taxi 一個小Taxi 一個小Taxi啊 1米2吧 好球啊 哎呀 好球啊 喔 很深很深 哇 加州看起來已經筋疲力竭了 不過剛剛這個Player蠻好看的 好球啊 哇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反而更放鬆 在打 輸了兩局之後 好球喔 這個超深度打的 夠深 又很深 又很深 又來一個 漂亮 4比3 4比3 看起來加州是美麗 累了 看得到那個球 他也知道在那邊就是 沒有蹲 沒有蹲下去把它接 因為他剛剛手已經浮膝蓋了 很危險的疲憊啊 這個球也是很累 有點用撈的感覺 有點攻擊的機會 哇呀 兩個人都猜到對方的球 但是來不及了 剛剛那球他認為會穿越 就放鬆了 對 所以現在 俊男的專注力是稍微好一點 就體 很明顯是體 對啊 這個球賽打到現在 很明顯是看誰 我剛剛在講喔 你這禮拜二跟四就跟他打球 禮拜二 喔是上禮拜 三個人 他一天打了大概30個game吧 以他的年紀來說 體能是保持得很好 還弄一下小巴拿 哈哈 他會把加州操到 非常的累 8比3 這是後段的 這一比3 應該是俊男會 決定要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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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比3 什麼球都把他打前後調動 這時候如果你每一球都去結集 通常體力輸的那一方就會 就會 就掛了 就拉到後面 放前面 對 就直接隨便贏 好 恭喜俊男 男子A組冠軍 小心 1 2 4 4 2 4 2 1 2 4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